第242集 翠萍得到静怡公主的吩咐 便急忙下去准备 今天来的人多要多准备一些 见翠萍下去 静怡公主看了看身边没有下人 小声道 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 说云燕儿被退亲了 昨天静怡公主进宫 从皇太后那里听到了天大的八卦 退亲 杜九妹声音拔高 鱼燕儿 不对啊 大嫂 那鱼燕儿可是被陛下赐婚给东河郡王 对啊 既然是赐婚 又怎么能退婚呢 杜七妹也很疑惑 民间定了亲 如果不是合适的理由 若是退亲 也要被人非议的 更别说是经过皇家赐婚的 杜九妹跟东河郡王见过两三次 但每次见面都不愉快 尤其是第一次 杜九妹在路上还抽了萧东河一鞭子 是啊 赐婚是不能毁婚 静怡公主肯定的 只是这次 东河郡王到黄伯父面前 状告瑜伽骗婚 瑜伽骗婚 杨师也迷惑了 这瑜伽虽然大不如前 但也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 杨师对瑜伽很不满 但也不得不承认 瑜伽在大京城很有势力 到底怎么回事 大嫂 你快点说吧 别卖关子了 杜九妹催促道 瑜伽儿 每次见到他们姐妹二人 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 阴阳怪气 烦死人 瑜伽儿被退清了 杜九妹无耻地觉得特别爽 想知道内幕 换成别人 杜九妹还会有点愧疚 但对于瑜伽儿 她就是个看笑话的 一点同情心都不会浪费在瑜伽儿身上 杜九妹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当初流言四起的时候 这个瑜伽儿见到她之后 那副嘴脸多么尖酸刻薄 风水轮流转 轮到瑜伽儿倒霉了 杜九妹自然要看好戏 无惧推波助澜 已经算她杜九仁慈了 静怡公主笑笑道 其实也是我那远房堂兄 萧东河被人耍了 他一来京城那一天 认识了一位自称瑜伽儿的姑娘 而且我那堂兄还亲自把那姑娘送到东郊巷的瑜伽 并且看着他进门 他一眼就看上那个女子了 念念不忘 之后又在街上碰到那个女子 并且送了好几副投面首饰给那个女子 并且说了会请求黄伯父赐婚 那个女子声色点头答应了 之后的事情你们就知道了 黄伯父真的应东河堂兄的请求给他们赐婚 眼看着婚期到了 我那堂兄想着去见见未婚妻 打听到余燕儿要跟着长辈去灵化寺去上香 便跟了上去 找了机会上去见面 可一见到人 发现那女子不是他认识的姑娘 几经对质 最后 你们猜怎么着 静怡公主眼神闪烁 略有激动 京城里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这样的乌龙事件了 杜姬妹杜酒妹翻横白眼 这个大嫂 就会在关键时刻卖官司 忒不地道了 若不是看在大嫂怀孕的份上 她们姐妹两个 早就上前挠静怡公主的搁置窝了 看着狡黠的儿媳妇 斗着两个女儿 杨氏眼嘴而笑 一家人就应该这样 和和睦睦的 好了 赶紧说吧 你两个妹妹都几只翻白眼了 杨氏笑道 催促儿媳妇 其实她也想知道 这瑜伽到底冒了什么大乌龙 京城里 杨氏最恨的就是瑜伽 瑜伽出丑 她就高兴 好了好了 我说便是了 静怡公主 在两个小姑子 称怒的表情求饶道 我那个不成器的堂兄 萧东河 看上了那个自称于叶儿的姑娘 居然 居然是杜元儿 杜元儿 三人异口同声 不敢置信 就是杜元儿 堂兄见到杜元儿那一日 正是小满儿中毒 杜元儿带人 打晕了脚门守卫的婆子 偷跑出去 到了外面 天色已晚 正好遇到 从皇宫里出来的萧东河 你们是知道的 萧东河见到貌美女人 一不动腿 就主动提出 送杜元儿去瑜伽 至于杜元儿 为何自称是瑜伽儿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静怡公主解释道 这些事情 在宫里闹得沸沸扬扬 杜元儿也真能耐 居然把一个郡王 玩弄于鼓掌之中 杜九妹之前在和话会上 发现杜元儿 看向二皇子的眼神 非常热气 同时也发现 于燕儿对二皇子也是有意 如此一来 于燕儿 杜元儿 都想去做二皇子的侧妃 于燕儿 是瑜家的嫡长孙女 杜元儿 原本指望 原济王妃于事帮衬 可是那于事出的事情 只能靠自己谋算了 杜元儿冒充于燕儿 表示出对萧东河有意 萧东河 还真就跳进了杜元儿编织的温柔箱里面 请求赐婚 如此一来 萧东河帮着杜元儿 清理了在成为二皇子侧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杨氏想了想 道 这杜元儿 这是为自己 清除了一个障碍啊 不过 现在东河郡王是个混人 发现不是自己看中的姑娘 自然会大闹 眼看着要成亲 闹得瑜伽灰头土脸的 静怡公主冷笑道 那杜元儿太自不量力了 玩弄皇室血脉于鼓掌 也没看自己 有没有那样的能耐 那陛下怎么说的 杨氏问道 赐婚的是静武帝 从来还没有收回来的圣旨啊 静怡公主听了 嘴角挂着不懈的笑容 道 陛下也是很发愁啊 赐婚是不能撤掉的 更不能退清 就算和离 那也得成亲之后 才能和离啊 瑜伽自然不愿意 于是陛下一气之下 想到东河郡王 只是喜欢的杜元儿 就把罪魁祸首杜元儿 直接赐给萧东河 做藤妾 但让萧东河 必须和瑜一而成亲 啊 众人亚然 还能这样做啊 杨氏惊诧的 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想想 静武帝这么做 也是被逼无奈 同时那杜元儿 也是咎由自取 谁让他总是 把别人当成傻子 自己是天底下 最聪明的人 人要活在太阳底下 阴谋早晚有一天会败露 真相大白的 机关算尽太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杜九妹感慨说道 杜元儿心心念念 想要嫁给二皇子 不惜一切手段 现在倒好 皇子侧妃没当上 现在居然成了 东河郡王的妾室 萧东河之前 是很迷恋杜元儿 可是被杜元儿 摆了一道之后 尊严受损 杜元儿就算到了郡王府 以后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毕竟哪个男人 都不喜欢自己 被人当傻子耍 是啊 人啊 就不能自以为是 杨氏道 原本以为这杜元儿 长进了 可没想到 来了京城 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杨氏对杜元儿 更加不喜 因为他从杜元儿的身上 看到了杜四妹 当年的行径 空手套白狼 坏透了 现在杜九妹 有点可怜于燕儿了 不过于燕儿虽然心机不深 但现在他得知真相 定然对杜元儿痛恨不已 等到两人同时 嫁到郡王府 这于燕儿 定然不会轻易放过杜元儿 静怡公主点头附和 道 娘亲说的是 神啊 把别人当傻子的时候 自己也是个傻子 是啊 杜九妹赞成道 现在杜元儿 想必一定非常难过 希望破灭了 更失望的 则是小鱼氏吧 杨氏痴晓 自从来到广陵王府 他受到大鱼氏 小鱼氏这孤侄二人 那么多讽刺和刁难 好在他坚持过来了 并没有像他们那样 急功近利 所以他赢了 廖嬷嬷说的话 非常正确 一时的成败 不是真的胜利和失败 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小心谨慎 才能使得万年船 做最后的胜利者 笑到最后 且说瑜伽 因为萧登河的大闹 弄得满城风雨 神尽皆知 瑜一儿原本 已经接受嫁的郡王府 最起码还是个正妃 以此来安慰自己 可现在倒好 他这个郡王妃 居然是被杜元儿 陷害出来的 以前 他还真小看了杜元儿 祖母祖父 杜元儿 就是这样陷害我们的 平日里 我们对他多好 我有的 都少不了他一份 可是他又怎么回报我们的 陈真是个白眼狼 于燕儿气愤说道 眼圈泛红 喘着粗气 胸前起伏不停 心里恨透了杜元儿 大徐氏也阴沉着脸 他也没有想到 杜元儿居然让瑜伽 如此丢脸 现在两个人都搭进去了 而且还让瑜伽 在京城颜面扫地 现在该如何是好 他一个妇人 六神无主 不知道如何处理 于世男 更是觉得颜面无光 今日出去之后 被人用那种眼神看着 他真想找个地洞 钻进去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丢 这么大的脸 好了 现在苦恼也没用 陛下已经下旨 你还是正妃 那杜元儿是妾 以后你怎么处理 怎么拿捏 你自己看着办 若你连个妾室都拿捏不住 反而被人谋算 你就好自为之吧 于世男没好气说道 这个孙女 整日里遇到事情 就大呼小叫 一点成算没有 之前还以为 不能见二皇子府 于世男 还有点失望 现在非常信心 还是父亲说得对 这孙女 根本就不适合 进皇子府 免得把一家人 都搭进去 于世男 捂着脸 大哭起来 祖父还从来 没这样骂过他 一直娇生惯养的 于世男 受不了了 你们偏心 你们偏心 可能就不疼我 于世男 哇哇大哭 气得顺不过气来 口不择言 于世男 气急 伸手甩了于一儿 一巴掌 骂道 你睁大眼睛看看 我们有什么偏心的 若不是有余家在 你能成为郡王妃 赌源儿是妾 别不知好歹 就知道在家里窝里 以后 你是正妃 就冲你现在不用脑子的 傻样 以后还不知道 怎么死的 于燕儿被打蒙了 甚至忘记了脸上的疼痛 苦着脸 迷茫地看着于世男 难道在祖父和家人的眼里 他就这么一无是处 比不上杜源儿 那个剑胚子 大徐士见状 赶紧上前 拉着于燕儿道 燕儿 你做什么事情 怎么不动脑子呢 那杜源儿是坑了你 可现在不也坑了他自己 你是正妃 她是妾 没有你高贵 你要趁着萧东河 厌烦杜源儿之时 笼络住东河郡王的心 以后那杜源儿如何 还不是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现在当着长辈的面 又哭又闹 又是哪般啊 出嫁了 到了婆家 再这样 你祖父说的对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大徐士 还是偏向自己的亲孙女 这一番话 虽然很重 但必须要说 以前大徐士 对杜源儿 也有几分疼爱 可是杜源儿 这次做的事情 太令人失望 消磨了大徐士 对杜源儿疼爱 以后再也不会 对杜源儿和颜悦色 这样的女子 不择手段 对谁都能下手 于燕儿刚才的激动 被一巴掌打醒了 听到祖母的话 擦擦眼泪道 祖母 我 我知道错了 是啊 若杜源儿是瑜伽的小姐 估计做妾的 就是她了 大徐士听到孙女的话 点点头道 唉 你能想明白就好 你可是我们瑜伽的 嫡长孙女 可比其他人尊贵 你自己遇事 宁可慢一点 也不能急躁 总能找到办法 这个孙女 从小被她们 娇生惯养着 一有事情 立即大吵大闹 到最后 事情不能解决 还惹得厌烦 唉 真后悔当初 没有严厉教导这个孙女 吃一欠 长一智 但愿孙女吃了这次大亏之后 能变得稳重聪明一些 别再这么愚蠢天真了 于燕儿点点头 趴在大徐士的怀里 哽咽哭泣 恨自己愚蠢 恨自己没用 被杜源儿 一次又一次地耍弄 经历过于世被休息 于燕儿的婚事也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于家再也不负之前的荣耀 于老夫人再一次被气晕了 于阁老自从得知于子民亡死 又查出是大徐士所为之后 更加愤怒 身体受不住 一直缠绝绝病怒 前两日刚有点起色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于阁老直接晕倒在床 起息奄奄 上面没有长辈压制的大徐士 觉得整个人身上都金飘飘的 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熬出头了 不光经常去徐家走动 而且每次过去都带很多东西 徐家老夫人虽然担心于家的前程 但更喜欢女儿带过来的东西 杜元二自从诡计破碎之后 哪儿也不敢去 只能待在家里 小于是听说 她被当成眼珠子看的女儿 被皇帝赐给东河郡王做妾 表姐妹两个同时进入东河郡王府 只是做正妃的是于燕儿 而她的女儿是妾 一听到消息 小于是就昏了过去 完了 完了 什么都完了 还有什么前程 什么希望 杜元二也傻眼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切都是好好的 好好的 她不久之后 就要做二皇子色飞的 怎么会又成为东河郡王的妾室 一想到东河郡王那轻浮的脸 杜元二就有点犯恶心 连忙让人去查 并且给二皇子送信 一查之后 杜元二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东河郡王在灵化寺 见到了于燕儿 东窗事发了 听到这儿 杜元二面色苍白 尤其是听到下人汇报 东河郡王就在家门口 杜元二吓得瑟瑟发抖 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杜元二心跳加速 现在已经下旨 就算二皇子知道了 又如何 难道还会因为他 违背皇帝的旨意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果真如杜元二所料 派去二皇子府的人 回来说 他根本没见到 和二皇子身边的人 并且那人告诉他 不要再去二皇子府了 让杜元二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一个好自为之 把杜元二打入悬崖底下 二皇子不要他了 半个月之后 他就要成为 东河郡王的妾了 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难道就是要成为 一个郡王的妾是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杜元二暗暗对自己说 他即使要做妾事 他要做一个绝世妖姬 前朝有个女子 貌美无双 擅长舞蹈 六条小妖 妩媚不已 一生大起大落 跌宕起伏 曾经给人做妾 曾经是丫鬟 曾经是宫女 最后却成为 皇子最心爱的女子 最后成为宠妃 她要做那样的人 杜元二擦擦眼泪 找大夫给晕倒在地的 娘亲看病 她的人生 不应该是这样的 只要活着 她就有改变的希望 大夫过来 给小于是施针 小于是醒了过来 娘亲 你没事吧 杜元二问道 看到女儿 小于是就想到 晕倒之前 接到的圣旨 哽咽道 我的命好苦啊 杜元二心里难受 她可以重新再来 可娘亲因为她要做妾 备受打击 娘亲 一切都是命 杜元二轻飘飘倒 别人眼里唾手可得的东西 可我们怎么努力 也得不到 小于是一把抱住女儿 大声哭泣 道 即使不做二皇子妃 也就罢了 可为什么要我的女儿做妾 我们虽然不是史家薰贵 但也可以找好人家呀 就算低贱到泥里 她都不会认输 杜元二想了想 拿着帕子 给娘亲擦眼泪道 放心吧 娘亲 凭女儿的本事 那东河郡王会喜欢我的 杜元二对此自信满满 东河郡王之所以这么生气 还不是因为她之前骗了她 到了郡王府 萧东河必然会对她冷言冷语 甚至大打出手 可只要经历最初的痛苦 她跟萧东河说明 她之所以欺骗萧东河 是因为于晏儿和于家 让她这么做的 因为于家 想让于晏儿做郡王妃 她和二皇子 虽然有暧昧 但别人不知道 如此一来 萧东河听到她的解释 加上她的柔软的身体 和曼妙的武姿 相信很快就可以拿下萧东河 至于和于晏儿的争斗 在所难免 她绝对不会让于晏儿好过 这件事情 她已经把于家得罪透了 以后于家根本不会帮她 再者 她跟于晏儿在后宅之中 必然会有争斗 于家自然选择支持自己的亲孙女 而不是外孙女 杜宇儿权衡利弊之后 决定以后 不会对于晏儿手软 更不会浪费精力 来一段所谓的姐妹情深 可是你之前戏弄她 小于是将信将疑 那东河郡王可是放话出来 一定要让戏弄她的人付出代价 杜宇儿嘴角上挑 不屑说道 能戏弄一次 就能戏弄第二次 可是你表姐是郑妃啊 你们两个以后 该如何自处啊 小于是为难 后宅之中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亲情 那于晏儿一向嫉妒女儿 这次又因为女儿 嫁给东河郡王 两人一起到东河郡王府后 必然有一番争斗